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很赞同 什么话呢?就是人到中年要开始慢慢关掉自己的朋友圈 那么这个朋友圈呢,它分两种 什么呢?一种是现实生活的朋友交往这种朋友圈 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朋友众多,可是人到中年呢,就应该活通透了 说实话,这个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责任 你哪有那个时间、精力、财力、能力去维护你的朋友圈呢? 所以慢慢关闭生意俩好友就不错了 你说对不对呢?这是第一个朋友圈 第二个朋友圈就是我们手机上的朋友圈 到了中年朋友啊,不发朋友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 其实我身边的中年人发朋友圈的是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是为这样呢? 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到了中年活得通透一些了 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好,好也好,坏也好 没必要告诉别人,也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 让别人来评判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干脆就关闭自己的朋友圈 有些人说了 老受你的观点不对,我就不认同 我为啥要关闭呀 我这让我高兴 但是呢,你想一想 这两个朋友的作用有 这两个朋友圈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他的作用,无非就那几个 但是你只一看看,它有啥意思呢? 你说哪几个呢? 我跟你说说,你看看啊 第一个,朋友圈的作用就是分享快乐 无论是现实的朋友,还是朋友圈里的朋友 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和朋友分享你的快乐 分享你的好事 比如说你的孩子考高分了 考上好大学了 你买了大房子了 买了好车子了 你去哪旅游了 去哪斯坦 享受大餐了 你又怎么享受幸福生活了 然后你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你看 我多快乐,把我的快乐也分享给你 这样的话,你就和我一样快乐了 说实话,如果这个年龄你还这么想 你就是有点傻了 的的确确,你这些东西你确实是快乐了 但是你分享给别人 你觉得他能和你一样快乐吗? 不能 他甚至会伤心,会难受 怎么他就买大房子了 我这么就住这么小 怎么他就能买那么好车 我就这样了 怎么他孩子就能学习那么好 我孩子怎么啥也不是呢 你看人家能旅游 我就得搁着搬砖啊 人家那叫生活我 这叫什么呀 是不是 你只能增加他的痛苦 所以他不会快乐 他只会羡慕嫉妒恨 将心比心 你看到别人分享这些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理呢? 其实你无非把他当成了炫耀 所以你在分享这些的时候 别人也是一样的 你说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好吗?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不分享快乐的 分享痛苦 自己的难过 自己的不如意 自己的生活郁闷 是不是? 很多人呢都是这样 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找朋友倾诉 在朋友圈倾诉啊 觉得这样呢 我可以换来别人的理解 安慰 让自己心情好受一些 对吧? 很多人愿意这样 可是现实生活中呢 我告诉你 就没有感同身受这一说 表面上 你这样之后 哎呀 他会做出一个同情的样子 安慰你 宽慰你 哎呀 感觉你是不是心情好有一点 可是他转过身去呢 你这些痛苦 你这些不如意 就成为了 他们茶余饭后的 谈知和笑料 真是这样的 有朋友说了 哎呀 我不是那样人 他不是那样人 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道理 比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姐妹两个 闺蜜很好 结果呢 平常都挺好 结果他老公 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啊 你闺蜜肯定安慰你啊 替你出头啊 接我回家了 回家之后就跟老公说 哎 你知道我那闺蜜谁谁 知道啊 哎呀 我告诉你 他老公可不像话了 他老公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是吗 对呗 没看出哪呀 是啊 你看老公那人挺好 是啊 你看你闺蜜肯定安慰幸福 对呗 那就是呗 就没你幸福 没我幸福啊 你看对吧 老羡慕他 我告诉你 咱俩呢 哎 两个人聊得可开心了 这就是我告诉你 你会发现因为你这些不如意 因为你这些痛苦 真让他们的家庭生活 反而提高了幸福感 让他们夫妻的感情更加接近 好了一些 那么你想一想你图什么呢 嗯 我告诉你 人性都是如此的 不信你仔细想一想 遇到的这些事情 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你回家也会把这些事情 单身贪资和笑料 对吧 那么你愿意成为别人贪资和笑料吗 第三个 这些朋友圈的作用是什么呢 打发无聊的时间 对吧 我无聊了 我没事了 找朋友在一起消遣消遣 啊 对 你看年轻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啊 那个 精力充沛 啊 没什么事 你朋友多 呼朋唤友 打发时间 让自己开心快乐 何以理解 甚至说你到老年了 退休了 儿女都结婚了 父母也去世了 然后在这呢 你享受自己的晚年时光 轻松了 你找一些老伙伴 干一些事 打发打发时间 也可以理解 但是 你现在是什么 你现在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是什么 中年人是人生 但是追踪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上面有老人需要照顾 你有孩子需要陪伴 需要教育 需要培养 你爱人 其实也时时刻刻需要你的关心 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挣钱呢 啊 你还需要拼搏呀 这一家老小子吃饭 穿衣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需要你呀 那么你告诉我 就这个时候 你哪来那么多闲暇的时间 无聊的时间呢 你应该忙的是脚打后脑勺 都没时间停下来呀 啊 这个时候 你哪需要去打发你无聊时间的朋友圈呢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嗯 好了老叔说的不一定全对 但是朋友们仔细思料思料 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人到中年 哎 我慢慢关掉自己的朋友圈 学会独处 啊 无论好也好 坏也罢啊 就学会自己独自面对 不再分享了 这样 还好 你认同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叔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叔 关注老叔 咱们下回见 拜拜